那么失窃的屋主 其实他就指控了 事实上在事情发生的前几天 钱宝权曾经到他们家来拜访 那么离开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隔天 家里的钥匙怎么就不见了 现在怀疑可能是对方趁机摸走了钥匙 好 那么根据了解 这名钱宝权在案发之前 他就已经离职了 好 但是现在的这栋社区大楼 包含了社区大门 以及电梯 其实都是有磁扣的管制 但是这个磁扣很容易被复制 不过只要是有租客 都有可能有这样的磁扣发生 那包含这个保险手上 也都有这个备用的磁扣 来协助住户进出 现在警方也要扩大的追查 电梯门刚打开 住户就看到社区钱宝权 怎么坐在自家门口 热情邀请对方来家里坐坐 住户指扣就是这一天 家中被用钥匙和磁扣不翼而非 还因此骚了小偷 穿着白衬衫和住户闲话家常的 旧市社区罗姓保全 既然发生前他已经离职 但住户怀疑家中失窃 可能和他有关 不过也有其他住户说 不能捕风捉影 你可以合理的怀疑 但不能说就是他 相信有报警警方单位会很用心的去做一个查证 住户来来去去有的租客啊 或是卖掉的人 那磁扣不可能完全交嘛 新北市板桥区这处社区大楼有100多户 门口有保存助手 进大门搭电梯都得使用社区专属磁扣 不只住户人手一个 保存手上也有备用磁扣方便进出 那当然就是跟警惠大哥来借 借我们的感应好马上还给他 所以他必须要有 我们管理会跟总監事啊 或是保存他们都很尽责 其他住户认为社区磁扣复制容易 有心人士想要取得并非难事 还是得要自己提高警觉 而离职的保存究竟是否涉案 警方还要调查理清 华日新闻双口报道 哈喽我是雷亚 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